你好,我是杰逸,欢迎来到静波档案 你听说过婚托这种职业吗? 通过假意与他人结婚来骗取财富 这个职业呢,似乎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你能想象它发生在当下的社会吗? 案件引发了全网热议 凶手背上了毒妇的骂门 真相被人揭开时,诡异的巧合令人细思极恐 这就是毒气宅心案件 2017年9月7日,凌晨5点 热闹的北京迎在短暂的寂静中 忽然一阵警笛声响彻高楼大厦 很快惊呼哭声,以及救护人员的交谈声传来 满地刺眼的红迹 好奇的群众将这一片空地围起来 摄像头对阵了躺在地上,咬无声气的人 谁能想象,一个月前呢 他还是一气风发的公司总裁呢 伴随着他的身份被拔除 他发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也被迅速传播 深夜,小张睡不着,刷着手机 无意间呢,他在社交媒体上 看见了苏想报的名字 他点击详情页 然而里面的信息让他灯达双眼 我是微风的开发者 今天我就要走了 我从来没想过我是这样的结局 我竟然被我极其歹毒的前妻 翟欣欣给逼死了 里面透露的事情让小张不敢置信 走了是什么意思 很快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新闻就回应了他 凌晨五点 创始人苏小茂从高楼一愿而向 选择了自我了结 苏小茂今年才37岁 他在1980年出生于福建 家庭条件并不好 为了走出小乡村 他始终勤恳上进 学习成绩优异的他 考入了北京邮电大学 攻读完硕士后 他做了三年左右的程序员 在互联网行业耕耘的过程中 苏小茂赶上了时代的风口 找准商机 心中涌上了一个大胆的创业计划 2012年 他创办了北京业维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为10万元 他也是法令代表人 很快他推出了一个名叫 威风的产品 在这个APP上 可以实现免费打电话 和国际上的低廉通话 产品推出后 异补了市场的空缺 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力 将自己全部精力 投注于事业的苏小茂 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收获 市场占有力不断提升 直到2017年 苏小茂所拥有的公司 市值已经远远超过了 最初的注册资本 他也摇身一变 从勤肯的打工人 变成了炙手可热的钻石王老五 在这种情况下 他认识了宅猩猩 两人一见钟情 迅速坠入爱河 2017年6月6日 两人就拧了结婚证 按理来说 苏小茂算是通过自己的奋斗 获得财富和爱情 一切本该向着幸福的方向发展 然而2017年9月7日 发生了一切 将这一份虚伪的美好 全部都撕碎了 在苏小茂自我了结的当天 他在社交账号上 发布的内容就被顶上了头条 在这则信息中 苏小茂简单解释了 他选择自我了结的原因 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 映入眼帘 那就是翟星星 他的前妻 在苏小茂的叙述中 翟星星是一个蛇蟹心肠 无恶不作的女人 他抓住了苏小茂漏水 以及产业涉及灰色地带的把柄 以此来要挟自己 不断给予他高额的钱财 最后呢 甚至问自己索要一千万元 资金链断裂的苏小茂 迫不得已 只能选择以这种逃避的方式 离开人世 用他的身亡来报复翟星星 原本恩爱的夫妻 怎么会变成相看两眼的仇人呢 小张心生疑惑 看着苏小茂发布的内容 他甚至开始怀疑内容的真实性 苏小茂醉漏的事件被发现后 路人赶忙报警 医护人员赶来急救 警方也立刻封锁了现场 遗憾的是 苏小茂因为坠楼时 受伤过于严重 失血过多 最终被宣布强救无效身亡 正知而立之年的他 究竟经历了什么 才要因为和前妻的纠纷 而选择自我了结呢 尽管在他的个人账号上 已经有了简短的叙述 可是事情的全貌 却并未被人得知 创始人离世 微粉公司上下 笼罩了一片低迷的气氛 现在很多程序都已经停用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 公司应该很快要宣告破产了 苏小茂的亲友们赶到公司 帮他收拾遗物 警方推开苏小茂办公室的门 拉开柜子 却有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他们整理苏小茂的文件时 偶然发现了一份叙述 和前妻从相识 到离婚全过程的说明档案 在这份自述里 苏小茂详细回忆了 他和翟星星 3月30日相识 第一天 至8月底 几乎每一天的经历 这份记录被他分为认知过程 送特斯拉车 北京消费 旅游计划 回福建老家 三亚执行 香港执行 在香港的一次吵架 澳门执行 在澳门的一次吵架 结婚 提出离婚 通过离婚协议 调诈 13个部分 苏小茂在长达8页的遗书里表明 翟星星的离婚调解书显示 他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存续时间为2011年1月17日 至2011年4月1日 员工们都见过翟星星 他看上去温柔怪巧 根本不像是有过一段婚姻 而且 为什么婚姻存续的时间 如此之短 和这一段操操结束的婚姻一样 离奇的巧合只让警方很怀疑 伴随着医书的发现 两人相识的经过 也被铺展开来 2017年 成为了钻石王老五的苏小茂 开始寻找共度余生的另一半 他始终没有碰到合适的人 家里爸妈看他年纪大了 催婚又很厉害 于是苏小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注册了世纪家园的会员 很快 他认识了一个女生 叫翟星星 翟星星是北京交通大学 毕业的硕士 家里条件很好 书香门第 爸爸还是一名大学教授 翟星星面容清秀 气质文婉 第一次见面 苏小茂就对他一见倾心 两人在不断深入接触的过程中 苏小茂更是发现 和翟星星非常合得来 苏小茂身材并不高 其貌不扬 从来没想过自己能够获得翟星星的青睐 两人一起约会聊天 翟星星不加以掩饰地 表达了对苏小茂才华的欣赏 并且多次直言 在第一次见面 就想要和他结成家庭 两人非常投缘 苏小茂日复一日地沉浸在温柔乡里 很快就信任了翟星星 把他当成了自己未来的妻子 相识不过几个星期 苏小茂就买了一枚戒指 无比虔诚地向翟星星求婚 翟星星惊喜不已 这枚戒指的出现 宣告着两人正式成为男女朋友 并且还是以结婚为目的 确立了关系 没多久呢 就到了情人节 在翟星星不停地暗示自己喜欢特斯拉 于是苏小茂心领神会 全款支付了108万 送给他一辆红色特斯拉进口轿车 这只是一个开始 之后呢 就花钱如同流水 苏小茂先后赠送了翟星星LV的包 迪奥的鞋 甚至高达23万的戒指 苏小茂坚定地相信 翟星星就是此生致癌 两人认识还不到一个月 他就带着翟星星回了自己福建老家 见了父母 之后两人去了很多地方旅游 翟星星说 自己很喜欢海南这个地方 希望能在这里拥有一座小别墅 苏小茂二话不说 就全款买了下来 相识两个月后 两人开始商量着结婚的事情 在他们决定确定结婚证的那一天 翟星星忽然告诉苏小茂 自己呢 曾经有过一段简短的婚姻 但只是逢场作戏 两人并不是真正的夫妻 结婚呢 只是为了上假后口 猛然得知陪伴在自己身边 清纯可人的女友 竟然结过婚 苏小茂一时之间 难以接受 更不理解 为什么之前对方 从来没有和自己提起过 面对苏小茂的质疑 翟星星愤怒不已 他当即离开了婚姻登记所 和苏小茂开始了长期能战 面对女友的愤怒 苏小茂第一时间 选择反省自己 他猜测 可能是自己过激 伤害了翟星星脆弱的 所以他深思一晚后 十分愧疚地对翟星星说 自己并不在乎过往的事情 那些小波折 不会影响他对翟星星的信任 更不会影响 两人深厚的感情 面对苏小茂的道歉 翟星星知道 苏小茂上钩了 他立刻一改委屈受伤的模样 反而表现得格外强硬 他牢牢抓住了苏小茂的愧疚心理 展开了PUA 他强调 自己已经被伤害了 如果苏小茂想要复合 就必须拿出点诚意来 在聊天框里 他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你不是说要追我吗 后天起 一天打五万给我 直到我愿意嫁给你为止 苏小茂同意了这个不合理请求 真的如他所言 每天都乖巧地打钱给他 面对翟星星突如其来的加码 他也选择了忍受 前后一共打了130万 直到2017年6月7日 两人相识不到三个月 拧了结婚证 苏小茂本以为这是自己苦尽甘来 却没想到 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结婚不到一个月 妻子就有原型的温柔可忍 猛然换了一副面孔 他声称 已经调查清楚 自己公司非法经营的证据 苏小茂名下的微分公司 由部分业务不规范经营 属于灰色地带的产物 而且他个人涉嫌漏税 翟星星牢牢抓住苏小茂的痛点 多次威胁他 并声称 如果事情败露 苏小茂将会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逼迫下 苏小茂和翟星星离了婚 翟星星成功分走了两套房子 两辆车 还有从前获赠了大额财产 苏小茂没了钱财 也没了爱人 他本以为 这已经是人生中的低谷了 可他没想到 离婚并不是结束 两人离婚后 翟星星仍然以自己掌握到的证据 威胁苏小茂 要求他给自己一千万 为了凑齐这些钱 苏小茂公司的资金链断了 即使如此高昂的代价 他仍然只筹到了660万 面对苏小茂的窘境 翟星星并不接受660万的提议 并进一步威胁他 自己会立刻去警局局网 于是走投无路的苏小茂 最终选择了从高楼一跃而下 故事就以这样惨淡的结局收场 事件被人拔除后 翟星星也成为了 重视之地 网友把关注点放在了他的身上 在对他的过往经历 展开调查后 人们惊觉 原来翟星星并不是第一次 做这样的事情 在他和苏小茂短暂的 只有16天的婚姻里 翟星星还出轨了别人 甚至还用自己的身体 做钱财交易 在和他人的聊天中 丝毫不掩饰 自己对于苏小茂的情史和玩弄 他和苏小茂 并不是他描述中的第二次婚姻 准确来说 这是他第四次结婚 而他每次结婚都是闪婚闪离 并且分手大批财产 2011年 翟星星和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 刘先生结婚 三个月后离婚 拿走了20万赔偿 和一辆大众轿车 第一次成功的经历 让翟星星逐渐有了信心 这让他发现了一条 独特的身材之道 与此同时 他也不满足于 自己忙了一场 只获得这么一点赔偿 所以他决定把目光 放在更有钱人身上 第二段婚姻呢 翟星星用了相似的手法 分走了750万和一辆宝马 他尝到了甜头 胃口越来越大 第三段婚姻 他选择和北京一位土豪结婚 婚前收到了一套别墅 离婚后又分到了一套别墅 直到第四段婚姻 他将目光放在了老实本分 却一夜报复 拥有巨额财产的苏小茂身上 事件在网络上激起了很大的风波 2017年9月10日 婚恋网站 世纪家园官网 微博发布声明 表明自己会配合相关部门 进行调查和取证 而翟星星则被世纪家园 永远拉入黑名单 2018年4月20日 苏小茂的代理律师 以及苏小茂的家属 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递交民事起诉书 2018年5月23日 翟星星披露了两人交往的细节 时间一点点过去 转眼来到了2023年3月21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选判 一审判决翟星退还苏小茂家属 现金汽车供给钱万 以及撤销翟星星 海南北京养他房产的个人所有权 翟星星如此煞费苦心 最终却是一场空 他的名声也变得极差 日后呢 恐怕很难再得逞 尽管如此 那条线湖的神秘 却始终无法挽回了 夜 oral 夜空 天然会 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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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礼 夜空